紅人來了,我們有女神篇 今天來了另外兩位 哈囉,大家好,我是8號的Julie 大家好,我是3號的劉凱欣 想問一下兩位,其實你們各自 現在有沒有在經營自己的一個頻道? 嗯,是有,在Instagram比較活躍 照片的話就比較LIFESTYLE 平時穿的衣服去哪裡玩吃的東西 影片的話,我是在YouTube做過是VLOG Griber的VLOG 我有放Instagram的照片 就是跟凱欣一樣,有些Travel,有些Fitness 有些是Product Review 但是我YouTube的時候也是有一些Travel Vlog的Videos 我有做過一個是好像Shop Film 你之前在做Shop Lim的時候,你是擔任什麼職位? 哦,我是Director 我都只叫啦 如果有機會讓你擁有一個自己的平台 那這樣的話,你會為自己設定什麼主題? 我本身性格是比較搞笑的 有嗎? 來看看 不能,我現在是沒解成分 OK,我想這一句也夠搞笑了 為什麼不把這一面在比賽當中也去表現出來 其實也是可以 可是需要平衡 需要顧到形象 需要顧到美感 你希望可以把真實的自己拋出來 就是搞笑的形象 不只是搞笑的形象 就是我想要把VLOG做成比較有娛樂效果的 我很欣賞So I'm Jenny OK 它是玩得很開,放得很開 可是它的VLOG都是有 content 價值的 它會把一些 commercial 的 value 加進去 我覺得這個比較不會太像把廣告 into your face 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要找一個 team 出來,一個團隊是比較有難度的 蛤?不會啦 你就找一個很會拍片的連結的男朋友 蛤? 這個我有興趣 蛤?找兩個男朋友 還兩個? 蛤? 蛤? 又不是嗎? 不是這個意思嗎? 一個會剪片,一個拍片 沒有 Maltese給個連結就好了 他還要找兩個 哈哈哈哈哈哈 I want to voice out 因為我們都是有 secrets 的 對 我想做一個 platform 給你們把所有的秘密說出來 對 用 video 怎麼成功呢? Imagine 那個 video 然後它是你 invite other people to act the same story 提醒大家 現在可能一些年輕人遇到的事情 然後他們不敢說出來的 想為他們說話 對 哇還蠻有意義的對不對 就是它出發臉的 你知道嗎? 今晚會 開始我的 secret style 學校 蛤? 這樣比賽過程怎樣? 比賽你 Final是在9月對不對 對,所以我一個月會 miss class 所以如果真的有機會拿獎 就直接跟她講 我cancel class 沒有啦 我會阻止你拿獎 都是為你好 姐姐是為你好 謝謝你 我這個 這個 這個很有畫面 ok 那今天謝謝 Jolin還有凱欣 Thank you